度過期 掌控全場 我來開耐 大家好 我是EBS戰隊的小魚 稍後由我來復盤KPLR全賽第七周 由我們對戰A級超穩會的第三場比賽 我們在Bampkin 所辦掉 兩個版本強制的射手 為什麼要放出高劍里呢 我們覺得英雄我們有反制的辦法 然後我們這招也不是很懼怕他 當時我是看曹操來了嘛 打完紅Buff的時候 對面的atc一直在點我嘛 然后一脚过去 我当时跟沟通的是 可以逼他一个闪现 那没沟通好吧 我们有个小叔 当时我们是一个互换BUFF开局 前期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选择五个人在下路 数落去要暴君 因为我们阵容有等级优势 然后对面的黄忠 是还在上路没有下来的 然后内波我们那边是五打四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先打量的暴君 因为我们拿了两个 非常需要蓝BUFF的法师 所以我们对野区压制比较狠 有成绩 强大强大强大 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 他们成杀 哇 我被杀了 杀后面 露娜 他杀了一个女人 我们先撤吧 打了一波一关二 其实打了一波算是很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等级优势挺大的 然后我们在敌方宏BUFF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小团战 两边没有攻击好 然后诸葛上找了 然后导致我们那波就 有一段小的遭遇战失利 送了一个人头 我们一直派动环太一 去下路配合露娜 强行击杀对面的杨姐 因为东环太一的大招是 自己受到多少伤害 然后敌方也受到多少伤害 然后他在塔下数度杨姐的时候 敌方塔在打他的时候 同时也要打杨姐 所以说我们两人越塔 就可以直接将杨姐击杀 控制到死 当时我们的局势已经取到了 就是场面上优势 因为我们的兵线 还有塔数是优于对方的 其实经济是没差多少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纠结于 敌方的兵线还有塔 然后我们把这点做得非常好 视野下的非常 对面已经出不来了 在九分钟我们再次入侵 敌方很buff的 也趋着那个节点 我们发生了一波遭遇战 要不我开弹 这个遭遇 这个遭遇 我不困 哎 捆得牛 血量最少 来来 我装大了 我装大了 高剑进来了 小心小心 等一下 我装大了 保护箱重大 高剑进来了 高剑你没大了 高剑进来 这不要黑 这不要黑 你们别要这样打 狂战没得好 阵型拉得太闪了 然后给敌方击杀 拿到了我们的一个人头 然后最后我们的曹操 凭借自己的走位 拖延了一下时间 掩护了我们队友的策略 AG超会在 趁我们回去的时候 补起状态的时候 然后强势Rodge的主宰 他们状态也不是很好 再打再打再了 去去去 曹操都惨 草有大吗 可以打这波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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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开 分路 诸葛点 按一个按一个 我被点残了 走走走 打得死 你们怎么打把死的 死了 敌方拿主宰 其实对我们的威胁 并不是很大 因为对面的阵容 是不能靠着主宰的兵线优势 出来跟我们正面团 后面我们趁是拿了一波暴军以后 就可以逐步尝试他们的野区 还有让他们兵线非常之难受 就压到他们高利塔前 然后我们有机会就上去摸两下他们高利塔 把他们高利塔的血量耗得比较长 最后在主宰那波发生的团战 是因为我们这边我们阵容足够强 在那个节点我们前排经济 是比对面好一点点的 找机会 在这里在这里看我 快打 在黄珠黄珠黄珠 洗一脚两个 炸了 板了黄珠 炸了 炸了 我求求支援 我求求支援 炸了炸了一波一波 nice nice 然后我们就赢了那波团战 我顺势一波推掉敌方水晶 上路上路上路 一波一波 上路线上路线上路线 再见 还敢出来打 走 过来扛着柴呀 扛一柴 你扛一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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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急 你扛一柴 对呀 孩子 你扛一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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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控全场 我来凯伦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